詞曲 李宗盛 我小時候是學京劇 差不多是十歲的時候 學完京劇,也是演戲 畢業後,純粹進入電影界 我師傅的名字叫唐碧 我的學校叫東方戲劇學校 應該是影劇,有電影叫做影劇 有些叫戲劇,我們是影劇 如果是京劇,差不多很多東西都很難學 為甚麼呢? 他要寄宿 寄宿就是一天學校 一千、一千、五年、七年、十年 有些是六歲,一直到二十多歲才畢業 沒有限定的,比較辛苦就是練功 一定要練功,我們好像體操那些 但我們比他們更辛苦 我們知道早上五點起床 晨早五點 有四間京劇學校 我們屬於另外一間 每間學校每年都有一周年紀念 就上大會堂做一晚戲 他們一做戲,另外三間一定會去看 看他們做甚麼戲 到我們自己周年,我們自己也做了一部戲 跟他們鬥 譬如說他們認識那些 好像我們體操一樣,別人翻了一周 我們練一下就周半,類似的去跟他們鬥 他們打那些,舞台有很多刀槍 有些脫手,脫手有些是踢一下 大家去練,踢多些 多些花式給觀眾看 那些是跟那些有 都挺好笑的 我小時候,我的樣子可能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們是剃乾頭的 我剃乾頭 我很小時候去泰國演戲的時候 在那邊發生車禍 頭那邊撞車,縫了二十八針 有兩托巴 很過癮的,一個笑,一個哭 如果我那時候拍戲,我很喜歡剃乾頭 做舞事的時候,有人見我的樣子怪 經常叫我火星怪 科學怪人,四肢發達 坐原來最喜歡叫我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就是我做事就不考慮 一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有一次去泰國拍戲 有一個演員 就是泰國拳王來的 做主角 另外一個演員做配角 叫做鄭雷公 他的名字叫雷公 那個拳王,那天跟他去試 我們不知道他的打功夫是怎樣 台上是判軍 拍戲就要留守 那個指導說 你走過來幫他試一下 我就試一下讀一招 打一槌很簡單 我打他一槌,他就擋 接著他一槌打 他就打我,就是做反應的 讀了一招給他 他就說OK,他就試一下 怎樣知道 我打他一槌,他就打我 我一槌,他一摔了 那裡已經到了 一槌,哇,整隻眼都黑了 導演見到不行 他不懂得留守 那怎麼辦呢 找了配角,做了去位 配角沒有人做,就找我做 找我做,我就沒所謂 做完之後就有一個名字 問什麼名字 我說,叫蔣榮花 蔣榮花不好聽 幫你起我藝名 我說,有什麼藝名呢 火星怪,不如叫火星吧 我說,都行,隨便 因為第一部戲 那時候主角都是關山做的 很久了 那時候就是這個藝名戲 叫火星 那時候做替身就比較辛苦 辛苦過現在 因為現在做替身就很舒服 因為很多導演、指導 都想好動作給替身做 那時候藝衍度是零的 現在很… 即是不同以前 以前的器材也不好 很多東西都是靠人來做替身的 所以變成那時候的替身 就辛苦過現在 二十倍、三十倍 因為每次都是… PAC都沒有現在那麼靈 以前的PAC 全部都是體育那些 細細舊的 腰封都是一塊很薄的 現在不同 現在整個鐵格人都可以的 整個… 那麼比較… 現在做替身就幸福很多 就以前真是出賣肉體 即是用身體左搭、右搭 又斷手、斷骨 很多這些 但是現在少了 現在很多替身 我們那時候替身 十幾二十尺 要踏落地就踏落地了 沒有東西鋪、沒有東西性的 但是現在你說 十幾二十尺要踏落地 導演都不行了 因為又保險又貴 又很容易傷 所以很多東西都… 鏡頭、色袖 鋪了很多安全設備 變成現在做替身體 挺舒服的 變成出來 沒有以前那些… 嘩… 那些 現在全部都… 嘩… 假的 跟現在相差很遠 即是那些動作 你們都看到的 是… 跟70年代 跟現在90年代後的動作 你覺得就是… 嘩…這些是人都做到的 但以前的動作 不是人都做到的 是真的有些技術 而且你用力不可以傷 但你說不傷就… 很…很難說 一定有些 但那時候就熬了 因為那時候… 那些水準沒有那麼高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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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受傷… 我也受傷很多的 手腳… 全部都化了 但是… 很多次受傷… 我也傷過手 傷了一條尾龍骨 那… 尾龍骨也算… 最…最… 最厲害的 因為… 一傷了尾龍骨 那時候就差不多 沒有了一半的功夫 很多的動作都做不到 那一陣子的電影就很亂了 差不多… 你有些功夫呀 有些型格呀 有些東西小小看 那時候就… 有些導演就想… 惹這些人 就想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嘗 那… 那次就… 剛剛好就是… 有一部電影 去做體身的 又好像是死亡… 不是死亡遊戲 又是吳思遠導演的 袁和平一日指導 叫我去體身 看著看著看著 喂… 吳思遠見到我 你也挺聰明的 整部主角你打人家 我問有沒有搞錯 開玩笑嗎 我問你先找我吧 那時候我也有工作的 我那時候就跟洪金寶簽了家 我以為他開玩笑 我不管他 過了差不多四個多月 他就打電話給我 喂…我有部電影 真的要給你做 那你怎樣 我問你給我做 我問你給我做 我當然要做 我跟洪金寶商量 因為他是我的頭 我問吳思遠有部電影 給我做主角 他說這樣嗎 你去吧 給點心思吧 我便出去拍他的部電影 那時候就開始拍這部 第一部 五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整家班 他們成立了 差不多年多兩年 拍完 沒拍C底 出馬之前 已經有整家班 那時我還沒進去他們那裏 因為那時我在拍《胡仙語言》那部《寫馬學》 我在做主角 拍完那部戲,然後就休息了 休息那時,那時Jacky又要開戲 在拍《屍體出馬》,叫我去幫忙 做武師那些,那時還沒進去 他們有一場《屍體出馬》,王正麗 王仁直出來,不是打人 打到那些人都飛起來 我叫他們去試試 那時那些反應就很古怪 那時那些反應就是 你一飛起來,我們本來是翻個級翻 但那些級翻就不要你手電地 又不要你腳電地 然後中間又拉一條威壓 就是表現那種反應 我們那時做這些是 試的性質去創造這些動作 我就都OK了,做了很厲害 那場戲打得出來 他說很好啊,你什麼時候賣班 我說遲些吧 我說不思議那裡還有一些電影還沒開 他說一邊經常跟他聊天 經常去他的辦公室 他有間公司 經常去過那裡,他經常都叫我 後來那部電影拍完之後 師院那裡就說先停一停 我說停一停,成龍那邊又叫我 他說你去吧,又去 我就又去成龍那裡 成龍那裡,他就給我一部電影 就是龍少爺 拍龍少爺那時還不是成家班 那時是演員 拍了那部電影之後 那時候就做成家班 那時候我們都是 因為和Jacky 大家也是四間學校的經劇 同步都一起成長 大家都差不多認識了 出來又做那一行 做龍虎武師那行 就整天都碰面 差不多都是很好的朋友 整天都見面 都習慣了 見面就埋班 就埋班 就埋了成家班 那時候拍龍少爺很過癮 那時候拍戲 外面有劇本 龍少爺那些沒有劇本 去到拍一場戲 這場戲是這樣的 說給你聽 對白就不會說給你聽 拍到鏡頭之後才說對白給你聽 所以那時候拍龍少爺 都很難觸摸自己的角色 因為沒有劇本 一來沒有劇本 二來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以前拍戲 他很流行是弟子仔 每一場戲去到 那天拍過的 穿高原衣 一會兒你講這個鏡頭 你講什麼對白 這個鏡頭你講什麼對白 但現在拍戲不是的 人家幾天前已經練好了 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樣 都幾過癮 那樣 我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龍少爺 等於是兩戶有錢的人家的兒子 有閒無事 喜歡出去玩一下 但這兩角色都幾好 沒有什麼二世組的東西 大家就是那個叔伯的兒子 那個叔伯的兒子 大家玩在一起 去哪裡都玩 就是一個兄弟來的 就是不同老爸的 就是不同家的 兩個老爸是好朋友 變成兩個兒子 沒有什麼 龍少爺那個角色就沒有什麼 什麼哥哥啊 弟弟那些 就是 我老爸和他老爸是朋友 我們兩個就是朋友 就是這樣 一直在發展 他追一個女孩子 我就想追一個女孩子 那就打架了 幾過癮 就是沒有什麼 其實那部戲就是講 Jicky就是一個有錢仔 很發貼 就什麼都想去玩 就是狀眼 玩致耀的時候 有一幫人去賣國寶 這些是一個劇情裡面 一定需要的 有奸有蹤的 不是只是蹤的 拍完就沒有東西看 那部戲就是這樣去形成這個故事 變成龍少爺 好 開始比賽 一開始 踢演那場 踢演那場 由於龍少爺來說 踢演那場很辛苦 為什麼辛苦呢 那時天氣 但是七月幾 七月幾 七月幾 在台灣很熱 那場地 全部都是沙 白色的沙 你太陽一射下去 整個場地白白 本來只有三十幾度 你拍八下都變成四十幾五十度 好辛苦 那場戲大概 我們拍了差不多一個半月 拍了一個星期之後 全部不要 為什麼不要呢 因為 Jacky 很講究鏡頭 因為他拍了一個星期 然後回去 看了片之後 全部都不要 我們說 為什麼 這麼辛苦 拍了一個星期 你又不要啊 叫我們看片 我們一看 一看 看不看到什麼 沒有東西 挺好 踢來踢去 然後他說 啊 你都看不到什麼 我想說給我們聽 原來就看到了 就是那個影子 那個影子 我們一個星期 讀好 這樣踢 你機器你就知道 打橫 你這個 各個搶眼的時候 那些影子 踢去那個 鴉 看著 那個影子 又踢去 鴉 又上去 變成整個鏡頭 空了 只有一個人在下面 就踢了那個影子 上去 變成那個影子 就不在畫面裡面 變成不好看 不好看 就說不行 要重拍 重拍 就是要把那些影子 盡量在畫面框框裡面 那些動作 所有動作都在裡面 那些影子 不可以 很浮畫面 哇 你說那個動作多難 所以就要很快 這些影子 你知道 一踢就會跌 變成排 所有排的東西 重新排過 教演給你 教演給我 所以 那場戲 都踢了幾個月 嘩 變成非洲黑人 我最好 我沒有出去踢 我守龍門 那些太陽 曬到我都暈了 很厲害 那些太陽 因為台灣 因為我們拍一個月 沒有雲尼的 全部都是太陽 因為那場戲 最辛苦 踢現 全部都是台灣拍 本來 八零年尾 去了韓國 去了韓國 開工 有海工 接著就趕對白 一說 你媽媽找你 那個人就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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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人又冷 牙膠 後來去了兩個多星期 拍了兩天電影 拍了兩天電影 說不行不行不行 太冷了 大家知道 文初裝 穿的衣服很薄 不可以一邊說 不可以震 就趕著說不行了 不可以在韓國拍 因為韓國如果是12月份 冷到四、五月才暖 不可以等那麼多時間 台灣比較暖 它向南那邊 回到香港 就說去台灣拍 不就去台灣拍 整輩都在台灣拍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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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穿十多呎高 不是只要這樣六 它還有一條還糧 台 我站在這裡 那條還糧 也有六呎幾 我一個人做不發應 要這樣飆出去才搭落地 變了不可以電這裡 地上沒有刮到鋪鋪鋪 我就說好 我拍完打的才做這個 因為就算傷了也沒有問題 因為不用擋住你再拍戲 我就說OK OK 到正式拍那天就拍了 拍了三個鏡頭 第一個 現在還反應 去到這裏 害人害怕 用一隻手觸碰木 一觸碰木 翻了筋斗 站在那裏 OK 來多一個 又上去又來 一來 第二個 過了 過了就可能太用力 變了腳下先 腳下先 再躺在那裏就不好看 不要看 我就說 好了 再來 再來 再來就不下了 就啪 打出來 哇 五臟差點爆 好痛 好痛 因為是十五六呎高 你還要這樣打下去 不過都OK 因為我們練功的時候 都有練這些 因為台上 我們都練那些 背脊 打陸地那些 都幸好有少少練過 這個都不辛苦 最辛苦就是誰呢 到他了 到他呢 給誰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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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下來 一個筋斗 扶下來 我就拆下去 這樣呢 如果你地下 沒有東西就很舒服 他又怕 我摺不到 萬一我摺不到 一摺下去 就說 真是地來的 他說 開個洞 就是一張榻榻米的位 如果萬一我摺不到 他也摺到榻榻米 沒事 我說OK 沒問題 我都要扶他 啊 那鏡頭最慘的是什麼呢 一張榻榻米三呎 我人多少呎 五呎多 榻榻米的樣子 我飆過去的時候 人一摺下來 我這個位和這個位 是頂住石地 這裡沒有 我兩個肩膀痛了四個月 他不是一個OK 我們拍了三十幾個 有些真的有時候 他下來 砰 我摺不到 摺不到 有時摺得到 有時頭摺 有時過龍 變了 那個鏡頭都很辛苦 拍完那個鏡頭之後 我自己都休息了四個月 我手抬不到 因為那個咬了 因為下面空 變了一個人一下來摺了 這兩個鏡頭龍少爺比較辛苦 龍少爺比較辛苦 很好 因為他是跆拳道高手 他的腳都很快 很快就很辛苦 因為跟Jacky打那些 一定要他練到控制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不可以 那些一定是 因為他們練十幾二十年 全部都是 有人反應 叫他 很辛苦 那些招式 那些腳 那些拳 很漂亮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就是 不懂得聽我們那些 廣東話 我們很多打的時候 說的那些 他算是 在韓國來講 這個演員 來香港做舞打的明星 是不錯的 因為他起碼 會聽一點 不懂一點 他都做到一些水準 給我們 達到我們的目的 你看他的功夫都很厲害 還有那些 那些招式 還有那些流力 那些 很漂亮很漂亮 我跟他打 沒有受傷的 不會受傷的 不同 有些練功練得很漂亮 但跟他打的東西 我們很痛 中他一腳 我們會覺得 哇 要命那一隻 哇 今天真的 真的有很多 是剪了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 戲院 播影時間 只有那個 有時 八十五分鐘 有時九十分鐘 但是 龍少爺 拍一部片 有幾十萬尺 他的相畫都是八千幾 九千尺 幾十萬尺 剪到OK 四萬尺 即是四萬尺是一部片 那你四萬尺 如果你真的在戲院放 那起碼要播五個小時 那就不行 那就要剪了 剪了 變成 但是 他 很辛苦 我們看到他剪片很辛苦 因為為什麼四萬尺 要剪九千尺出來給觀眾看 那真的有很多要調的 有些整場戲都要調的 那我就 在我心目中 就 沒有什麼他可以調的 我又不想調的 我寧願每一場戲 剪掉 剪掉 那些不好看都要剪掉 把好看都放進去 這樣去剪 那這樣 掉掉掉掉 掉了二百多尺 也有15尺 15尺那裏 又要吸吸吸 剪啊剪啊剪 所以變成 我在拍戲 所以老闆就不喜歡拍戲 一定長的 長了之後又要剪 剪的時候他很痛苦 因為長長都是精選 他很喜歡 他不喜歡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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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以拍戲 我被迫要剪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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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為何票房這麼收 因為只有我們看戲 可以去戲院看 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自從出了錄影帶 錄影機 那些人就知道了 可以在家裡看 有了這樣的科技先進 現在拍電影很辛苦 為何辛苦呢 因為太方便了 現在觀眾看戲 喜歡看VCD 喜歡看那些 甚麼都有 以前沒有的 以前一定要去戲院看 所以那時候 為何那些明星 會這麼紅 那些人會捧他 因為沒辦法 你看明星就要去戲院 現在不是的 看明星 電視就看到了 周界那些電視都有的 以前沒有的 所以變成現在 不要說現在 以後都更辛苦 因為現在導演都想到 那些頭腦都不知怎麼想 因為每部戲出來 那些導彈也很厲害 不知不知道 這些不知怎樣 人家賺錢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變了影響了 我們電影的事業 希望看看 再下去之後 有甚麼新的科技 搞到 真是又好賣座 那些 1 2 3 4 Now 1 2 2 3 3 4 5 6 我現在 就在電視台做 但我也有同成活 只不過是沒有 育身 沒有那些 合同 固住 如果他要找我 我都一樣幫她做 我現在在電視台做很多動作 現在跟成交班沒什麼分別 只是做回自己本身懂的事 我拿去做 電視比較保守 為什麼呢? 電視的藝員 因為很多都不懂得打 我不會打 劇集又要她打 打的時候又不可以弄傷她 因為不同電影 電影拍完一部可以不拍 電視拍完一閘 有些三十閘、四十閘 第一閘就傷了人 很多時候要找替身 那些動作盡量簡單 找替身就不可以傷替身 傷了替身沒有替身看 演員又不可以 變成電視台比較舒服 比較方便拍電影 因為電視有電視的制度 電影就是一步一步 變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我希望歐洲朋友 粉絲盡量支持我們的功夫片 我們就盡量發揮所有 學到的東西 以及自己創造最好的 武打場面 最美的畫面 給觀眾欣賞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